二五七系列的第一场演讲 也是跟我们的年会里集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二五七活动是现在开始 然后从五月是第三次是全一次来演讲 我们这整个系列将会在台大管理学院 第二大楼的二楼 一个叫从光讲堂那里进行 那开场那当然是要最精彩的 那我们就请了这个潘念仲潘医师 那我们现在就让潘医师来跟我们演讲 谢谢 1992年陈奕夫要做一个癌症 我们一定把集中灵力做一个主题 不能太浪费太多的精力 病太多了 所以我们1992年做了100个癌症 因为全部的时光 但是我告诉大家 乳癌最有希望 因为乳癌他的后目的下课也好 他的集中比较大姐比较清楚 所以1992年我们就做到今天 我们有39个朋友在天之灵 在看我们演讲 所以我们2年1秒钟 让我们39个也来听我们演讲 听大家低头1秒钟 谢谢 好 谢谢 好 是吧 我演讲只有一张主委 12月经活 活了21年 就成为一个主委 我们有正常的干细胞 我们有癌症的干细胞 我们有癌细胞 一个癌症 如你只讲治疗癌症 你一定要问他 你对cancer stem cell 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他不回答的话 你不要听他演讲 不漏了 1997年发现有血癌的cancer stem cell CD34 但是200年发现有CD133 CD34跟CD133 在normal stem cell 和cancer stem cell分不开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混乱 到2003年 乳癌第一个发现CD24 very definitely cancer stem cell 跟CD44 所以2003年开始 那个Michigan University bic claim cancer stem cell出来了 乳癌治疗不好 是因为cancer stem cell的关系 因为cancer cell 它自己会死亡 它不会再生 但是cancer stem cell的话 它会一直再生 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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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治疗癌症 所有的癌症 不管你用什么癌症 现在有个概念 你要碰的不是癌症细胞 是癌症的干细胞 2003年发现有 breed cancer stem cell以后 到今天 所有全世界的研究者 所有癌症 都可以很clear cut的 找到cancer stem cell 包括肝癌 肺癌 卵巢癌 什么癌都有 马可非常的多 理论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慢慢想起 我们的观察病人 它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CD24 CD24 CD24是它在细胞里面 一个癌细胞 它要起来 那cancer marker是CD24 从乳癌 肝癌也是 肺癌也是 很多癌症 它的指飞关就是CD24 就它跑到metric 它跑到外面了 它就可以看到CD30 CD44 所以这个概念大家 一定要很clear cut的 我们参加很多国际会议 他们也讲完 我一定问你一句话 你cancer stem cell怎么样 就他们回答我就不听了 对 我不听了 因为你落伍了 我们每天看的是病人要死要活 他为什么要死呢 就是因为你cancer stem cell 你找不到他 有一个教授 哇 讲得很棒吧 台湾40年 他妈癌在那里整理 整理完了 因为国际会议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就问他 好不好cancer stem cell 他很生气啊 我说怎么诊断 他问我 你怎么诊断 我说是你演讲我演讲 我一跳跳就跑了 乳癌发现Thomasi粉的专家 从Landuan University 第一个40年 发现乳癌Thomasi粉的一个教授 所有台湾都是他的学生 他来台湾演讲 他演讲 我研究40年的Thomasi粉 我研究错了 到最后乳癌治疗 你要用low dose estrogen 治疗才对 他讲 哇 那个几千个人 都听不在原神大饭店 讲完了 我在后面问他一个问题 我就问 How about cancer stem cell 他乱打 乱拿掉紧 结果第三天晚会完了以后 副总统什么都走光了 他最后一个走 他碰到我 You ask me about cancer stem cell Are you 哇 他好热啊 他就跟我接接被好朋友 我说你热红是荷尔龙啊 你有没有碰到 cancer stem cell 结果如果你没有碰到 cancer stem cell 的话 你就不行了 Cancel是怎么长出来的 他不是故意长的 他normal stem cell 他受过 inflammation 细菌病毒 细菌感染 他受到molent deficiency 氧化压力 他受到molent deficiency 以后他毋力没卸降 他还受你的大哥大电磁波影响 Gene mutation 还有瘦瘦菌影响 你要Gene mutation 还有没有办法碰到他的 Cancer stem cell的Gene 肝癌 肝癌他走第七对chromosome 乳癌他走第几对 他都定的好了 现在每一个癌症 他什么癌症 在养射体 他都清清楚楚了 Cancer stem cell 才是qpto 那Cancer stem cell在哪里啊 在身体里面啊 你怎么找 你开刀拿出来 39医院开刀 把100那个标本送到中央医院去院 去养CD2444 做医院去院为了做疫苗 做了第二年 去做第三年 我在等着报告啊 他就把Cancer CD2444的protein做出来 希望做Black Cancer的Vaccine 我说很好啊 我等着你的报告啊 第三年还没有做出来 那么简单啊 就2444 没有那么简单 癌症很绞活的 他会跑的 他怎么跑呢 他立刻在先天 八个十大死穴在这里 你把他消灭了 他会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十 十一二三 他现在有14个地方会跑耶 所以那个 刚才校长讲 友人体硬体啊 这个最好放的 我就把你跑的地方 我就跟你做友人体 蹲蹲蹲 我就马上撤出来了 你跑去哪里 十四点跑完 他就没有地方跑了 没有地方跑了 他怎么 他睡觉了 Cancer stem cell睡觉了 我们癌症就有希望 打Morphin 打得快死快活了 在那个安宁病房 我们的安宁病房 是靠Morphin过日子的 打打打打打 打到心脏病还在打 你把Cancer stem cell 把它安静以后啊 然后它的骨本在这里 二零酸化三盖这里 你把二零酸化三盖补充 把Cancer stem弄好了 Morphin就不打了 比它走也很peaceful 所以Cancer stem cell 那Cancer stem cell 它产生一个protein很重要的 hypoxic inducible factor 哇 这个John Hopkins发现 hypoxic inducible factor 好哦 就是氧 它缺氧啊 我就知道有氧气给它吸 把氧气给它 有没有效 它是这里产生这个 不是这个产生这个 它是目向影响 你把HIF解决 解决得了吗 解决不了的 再来一个Lectin 酸中毒 这个验尸 有个验尸 哦 这个酸 癌症都是酸酸酸 是没错是酸啊 因为它能量 触不到细胞里面 它是酸啊 它酸的原因在哪里 我就大胆解释 它是insulin resistant的问题 我们讲癌症 恶性体质 什么叫恶性体质啊 它营养进不到细胞里面 它跟糖尿病的基础一模一样的 它吃吃东西 你给它吃 它不吸收进到细胞里面 所以变成 这个酸 insulin resistant 这个酸变成 vascular endocerum growth factor 这个anti-apathetic factor 这两个就一直让癌心肌生长 一直让癌心肌生长 就这个行为 一直走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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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每天都不这样走 现在外科说 没有cancer stem cell 炒鸡鹅 没有cancer stem cell 除非你特别染色 cancer cell 可以变成cancer stem cell 可以啊 你看我箭头画 cancer stem cell 变成cancer cell 现在就没有 cancer cell也变成cancer stem cell light cell 他们建个light cancer stem light cell 在哪里 在一种SIM Theromary上升的时候 这个也会转过来 这是我临床观察 不是 我的临床观察 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爬到这个 这个跑出来机会很少 所以 这个normal 从小 你经过这里 你经过这里 这里有365千 这个中医了不起 是在这里 跟这里 这个六经变重 是在这里 你们有书本 这个focus不好 这个太阳病在这里 阳明病在这里 少阳病在这里 太阴 少阴 绝痕 六经三寒论 就讲这个地方 拱 他一直在这里 在这里 从外面走到里面 从皮肤外面 慢慢走一层走一层 走到脑肌水里面 所以三寒论 他讲六经变症 太阳病 阳明病 少阳病 太阴 少阴 三寒论 他有他道理的 因为他那个毒啊 是一 从外面 好像你感冒 你那个大堆 拱一定存在 所以大堆 你可以看得到 你躲到阳明病啊 他跑到神曲了 要塗羊 塗上你了 那他跑进去 他妈跑到哪里 他跑到少阳了 冠冲了 山椒了 再跑到哪里 再跑到太阴了 肺跟屁 再跑到哪里 再跑到那个 太阴 少阴 心 跟那个 肾 最后跑到 绝阴 绝阴就要命了 绝阴就是跑到脑里面了 所以那个毒啊 是一层一层一层跑进去 所以有时候你抽血 我抽血 正常啊 我癌症数不高啊 但是医生不相信 你去做scan CD scan MI 因为什么 血不能代表细胞里面的东西 所以血也明了了 中医他们古时候啊 早就看到这个东西了 那个壁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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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走的 所以这个是中医的总论 这个中医的个别论 365点 3 气血不痛 6 没气没血 5 那个不气不响 那个 D 天 4 不阴不阳 这是个论 各个气管 这是总论的个论 街酒没有用 推辣没有用 阿窩没有用 我讲句话 你们要小心听哦 你们从世界上行业了 如果你今天要不来听的话 你会落伍 你的效果就不好 为什么 皇帝内经到三寒论 两千多年 中国人不用药 只用蒸 只用酒 推拿 到汉朝的时候 才立方 才用三寒论 有三寒论 才给你要吃 给你要吃 第一个药 叫什么 桂枝汤 他让你出汗 让你拉肚子 上 让你出汗 让你拉肚子 让你吐 让你清 让你和 让你温 让你清衣补 他八大法 八大都解决不了 因为拱卡在里面 就算你真 你揪 你推拿了 没有效了 为什么 拱在里面 他出不来 你出来又吃药 给他出汗 临床真的看到 我们用什么测定 我们用狗来测定 我们用狗来 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狗 你把这个地方 消灭掉以后 他跑来这里 他跑到肠胃 你跑在肠胃 他跑到淋巴管 他跑到淋巴管以后 他跑到肺 然后他跑到心 跟肾 最后他跑到肝 跟绝育 所以这个是六经变断 很了不起的一个发现 所以 推 那个 针灸 推拿 按摩 你一定要念上海论 你要进入中医里面 你不能在里面 针灸 营养 你不能这样一直在那边 你一定要好学习 为什么中文要把它出汗 当你出汗的时候 你动脉跟静脉的接在电 他通了 他汗出来的时候 你把那个汗啊 去射才能拱 我老天爷 一大匹拱出来啊 我们把长寿菌这里解决了 我们长寿菌解决 胰岛素抗击性的问题 拱的问题 解决了方式性的验疏 长寿菌很厉害的 你这个出来以后 你这个出来以后 这些东西都会消失消失 它要吸进病毒 那个混沌感 你要把它消灭掉 那个 但是他对电子波啊 他这个长寿菌 他可以对抗 他不能对抗 亚门蟹这个拱 你很容易在亚门蟹里面 撤到拱 那时候你要把它洗出来 把它冲洗出来 我把精通水把它喷 把它冲洗出来 第一个关卡这里 第二个关卡这里 第三个关卡 你吃到骨本 二磷酸化三盖 二磷酸化三盖 是所有癌症的病人 到最后 大家就会转移到骨头 我说不是 不是癌症吃到骨头 是骨头最后的本 拿出来 跟癌症打最后一仗 你测那个痛的地方 一定测到二磷酸化三盖 二磷酸化三盖 是骨本 骨头里面的 最根本的东西 哪里有 人的骨头有 老虎的骨头有 湄公儿的小鱼有 就发现三个动物有 二磷酸化三盖 我们癌症病人 骨头痛的要命 走一到骨头 骨头快断掉了 真的骨头断掉了 痛的打摩 病的打压不住 是吧 我们把二磷酸化三盖 放在他手上 换一包 两包 三包 换到一百包 他痛就慢慢吸收了 在公正眼里 他本来要把骨头的 本钱拿来跟癌症打 结果我们把二磷酸化三盖 放在他手上以后 他从我们这个粉 来跟他打 他那个地方就会痛了 我每天都在救快死的人 临终病发的病人 打morphin 打打打打 你用这个方法 可以代替morphin 但是我跟他讲 你这个方法可以暂时让你缓和了 你身体二十四小时里面 你有ante time 就malentine deficiency time 二十四小时里面 我们脑荷蜂啊 会有一分钟 突然卸掉 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跟父母亲来的 那个受酒 你不抓住那个时间 你一定会失败 二十四小时里面 那个病会起床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个起床的时间 就是cancer cell cancer stem cell initiation 就点火的时间 你那个点火时间 除了你不休息 你不补充脑退役技术 你还在工作 我告诉你 打死我都不相信你会一样 所以我们要死穴 你一定要找到你的死穴在哪里 你一定要找到你死穴在哪里 你一定要找到你毒素在哪里 你一定要把你癌症干涉胞弄掉 因为你把长寿菌把它提高 长寿菌弄出来以后 你会碰到亚门的狗 你会碰到五本 一二三 你会碰到干细胞的问题 正常干细胞的问题 你要把它提高 癌症的干细胞的问题 你要卸降 一个上 一个下 很难啊 非常难啊 我跟你讲啊 我们花了一百五十亿啊 搞了二十年啊 那个黄奇啊 从黄奇五在Stanford University 旁边那个Lab开始啊 我们现在找一个中药 能够把化疗放在一起 治疗了 结果请了二十几个 都是PhD 我Stanford很熟 因为 所有讲经过 研究糖尿菌的医生 都到那边训练 而且那个主要是中国人 讲广东话的 我就是好朋友在那边 我说你们 来搞糖尿菌来美国 一年写到什么 写英文就好了 正常干细胞 黄奇可以提高二十个Nineberg 但是黄奇可以提高 Cancer stem cell的Telium 十个Nineberg 全部失败了 我跟那个老板啊 上股市的老板讲 你不要再做癌症了 你赶快去做老年症灾症 跟老中风啊 不要你黄奇的股票 会全部都垮掉 他听得尽气 现在中国要先做中风老年症 我说这就是对的了 你不要有癌症 你要不忘记 你这个已经很痛苦的经验了 我们台湾啊 投资了两千多万 作为一个章枝 Cancer cell 哇 把那个章枝啊 我一投资了两千多万 我已经Face 1 Face 2了 好啊 你Face 1 5千万 Face 2 5亿 Face 3呢 你准备15亿吧 你Cancer cell 你能够把这个弄好 我问你 你Cancer stem cell 有没有 有没有做study 还没有 还没有 他去做嘛 天线一号 我敢讲啊 他活了很多的钱 用逼着台带去做研究 做了一个 哇 我可以把Cancer stem cell 把它 看得出来 哇 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 我问他 你Cancer stem cell 叫出来 你Normal stem cell 有没有做啊 还没有做 好 明年再等你 我在等他们 我在等他们做 我告诉你 我不懒哦 我看你明年 有没有告诉我 这个王旗告诉我们 很大的例子 这个章子告诉我们 大的例子 这个天仙 你要告诉我们 大的例子 我们呢 我们要死药膜 发现一个草药 这个草药奇怪的不得了 这个草药这么高 它的根啊 有十几公尺 根这么粗啊 那个病人快死了 过了一个礼拜 他就来 我说你怎么还没有死啊 我说你去吃什么 我都跟病人学的 我没有老师 我们都跟病人 一滴一滴学的 哦我去吃那个草 好你带我去啊 在山上 好好去山上看啊 我老天 我没有看一个草这么高的 它的根 出个那么粗 可以 到地底下 十几公尺 你看他把地的能量 全部都吸到一个草 他吃了那个草以后啊 我们测试了 cancer stem cell 蟹椒 normal stem cell 上来 而且上来啊 超过5000的narodogram 我不敢跟美国人讲 他会生气 我们在辽国啊 把癌症 使得死活的活 这个萨生这个蟹椒 是考了很多大企业精 我们叫BB草 什么叫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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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50巴塑的病毒感 出来巴塑的病毒感 你Cancer Stantial出来了 你的病毒出来了 你的V型肝病毒出来了 你C型肝病毒出来了 你Ig病的病毒全部都出来啊 当它到这个量的时候 你要刺激它出来 长寿菌的理论啊 全世界都有 你上网络啊 可以有100个长寿菌 台湾也宣布我 第4个科目的时候 我也发现一个长寿菌 你去看网络啊 美国也讲 以色列也讲 全世界都可以讲 讲最大是身体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丢了7亿2000万美金去找不到 JSK 那个英国集团 他找不到他开始骂这个 骂骂得很厉害 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好啊你骂是骂啊 但是以色列 他有的是笨蛋啊 我跟你讲 特马丢上 你过来你过来法国啊 你过来法国啊 你艾滋病微信念治疗不好 不是病毒的问题啊 是energy的问题啊 是free radical的问题 是free radical的问题啊 是oxidative stress啊 1996年我飞到法国去 他现在2005年他叫挪布尔教 他说艾滋病微信念 所以1996年在Pastor Institute 来了500个专家 全世界来哦 9点开会 没有主席耶 因为每个都很大 一上来讲哦 大人 泡满风了 大人轰到你 我们走错路了 法国政府说 我做艾滋病10年 我失败了 并不是我 查不了病毒 是因为有另外的基准 我不知道 那个基准是养末压力 所成立的最优积 啊你怎么测啊 你测CD4数RO啊 你测CD4数RA啊 CD4数RA是 normal naive stent cell T cell naive T cell 从骨髓里面长出来 第一个T细胞 没有任何anyton刺激它 它是最重要的免疫系统的 CD4数RA 然后你要载一个CD4数RO CD4数RO是 成energy 没有CD4数RO的话 你那个能量没有 CD4数RO可以降下来 所以1996年 我们把引来做 我们霸心改革的研究 跟他们讲的 一模一样 我们讲气 黄美光一讲气啊 黄美代言讲气啊 船船都讲气啊 我问你有什么东西 都可以检查去 太多东西了嘛 那病人那边 你怎么知道的气在哪里 我就抽CD4数RO 如果没有气的话 细胞会自毁 所以有个人讲自毁 我们抽血 病人抽血 就CD4数掉下来 我说你气没有了 你气没有了 energy没有了 所以我们抽血 可以诊断气 这是1996年的事情 现在2013了 不要 不要 我们就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我们手一拉就拉开 简单的不得了 我们这个病毒 不要十分钟啊 我们一分钟就做出来 用什么 resonant啊 共振啊 你有病毒 我手上抓到病毒的标本 如果你的病毒 跟我手上的病毒 有共振的话 你手就会打开 这是我们来 并没有 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